真的是钢铁大指南 一点都不接父亲 我的脚扭到了 徐哥还对我怎么办 来 给我你的鞋 鞋 这个 那个 我的鞋 来 一样高就可以走路了 走吧 我的 我以为你想要来做 怎么了 我 可以啊 真的 嗯 这样好像也挺不错的嘛 你放我下来 你快放我下来 我快迟到啊 你等我一下啊 店长 我这就换了衣服马上过来 行 赶紧去吧 行 赶紧去吧 去吧 来 来 那我先回去了啊 好嘞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二审 请问支付宝 还有一点 支付宝 好 谢谢 二十 二十 谢谢 先生 你的拖 你的拖鞋 刚才弄断你鞋 送你的 你一定要打架 跟吵架 你一定要打架 你用什么 你拖到鞋 太好了 我感觉 只差一句我喜欢你 我要心服的一线 我想要铁铁这瞬间 等你点头随眼 好 玉玉 给我来杯咖啡 不要喝咖啡了 喝这个吧 那 我的新款拖鞋怎么样 我的北方王子森 好看 可上班可休闲 还可踏浪洗澡 新月 你怎么了 你说袁帅到底是什么物种投胎啊 我上辈子是不是真的欠了他 又是 他不会又欺负你了吧 我把你收拾下去 不是 就是今天在办公室 可能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我跟他正在研究一个案子 然后被乔总撞见了 被乔总撞见的时候呢 我跟袁帅那个姿势 又有那么一丢丢的尴尬 俊俊 你干吗 你好像触犯了三角狗学恋 都市职场文学的 经典名套子 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女上司 是不是很美 很霸气 她是不是很喜欢找袁帅呢 而且平时去袁帅办公室 我从来不敲门 所以呢 结论是什么 身上就一个 那完了 你好像成为她的眼中定目 这么狗学啊 那下面的剧情是什么 你给我去透 我要自救 好 接下来 她应该会找你示威 并且 时时刻刻监视着你 直到抓到你的小辫子 然后 一棍子 把你打趴下来 嗯 啊 嗯 哦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